如果純就台灣海峽爆發戰爭的話 美軍在這個台灣海峽的海域以及周邊的 贏了機會 一點都不大 2003年喔 就有人問到 以這樣的情勢 台灣能不能擋 三個月 沒有人回答 能不能擋一個月 沒有回答 能不能擋 兩個禮拜 2003年喔 有人回答說 嘗試看看 已經快20年了 兩方面的軍力又差得更大 唯一的就是要預防戰爭 而不是打一個你幾乎不可能贏的戰爭 在歷史上很多的戰爭喔 不一定是在一個有計畫相似進行的 像第一次大戰就沒有 不像第二次大戰 希特勒有一套戰爭計畫 在第四世界戰爭發生的時候 是大家手忙腳亂 七嘴八舌這樣打起來 甚至打了之前 各國開始覺得天下太平啊 所以因此那一位發明 修習抵德陷阱理論很有名的 哈佛大學的學者 艾利森教授 他都提出了一個決策模式 為什麼要發動戰爭 第一種模式是說 我是一個有計畫的 有目標的 然後我要去達成我的政治 經濟或軍事的目標 我去擬一個戰爭的計畫 這叫做理性戰爭模式 那第二種呢 不是 第二種是根本就沒有什麼理性計畫 他可能是決策者是分成好幾塊 兩個派系啊 三個派系啊 鬥爭來鬥爭去 結果有一個派系啊 就發動戰爭 把大家拖了走 這種叫鬥爭的戰爭模式 日本發動侵法戰爭 就是這個模式 什麼呢 當時日本有兩派 一個主張侵略西伯利亞 侵略東北跟蘇聯 另外一個主張侵略中國 兩派拉扯來拉扯去 所以一下子 關東軍的所謂的這個張作霖事件 另外的就是什麼 就是盧郭橋事變等等 就是有人要打有人不打 派系搞不清楚 所以當要發動盧郭橋事變的時候 日本的首相還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裡面弄不清楚 兩三派鬥爭 一派就決定幹了 先幹再說 這個時候怎麼會有什麼戰爭計畫呢 會有零零心情的很多決議 但是不會有個完整的戰爭計畫 叫做鬥爭型的戰爭發動 第三種叫什麼 叫混亂型的 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發生啊 就突然間覺得有一個人受不了了 壓力壓到那個地方了 壓到那個地方不是全面爆開了 從某個地方先爆開來 俄乌戰爭就很像這個模式 第一個 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分家的時候 很多問題沒有談清楚 結果呢 到了烏克蘭有了所謂顏色革命 後來又有了 為了要參加歐盟或者其他的活動 2013年2014年又發生街頭政變 這個時候最嚴重的問題是說 烏克蘭裡面啊 靠近烏東的都是俄羅斯人 烏西的都是講烏克蘭語的人 烏東的講俄羅斯人是有點什麼 因為那個土地本來是俄羅斯的 然後在蘇聯時代 哎呀反正大家是同一個蘇聯底下的 兩個加盟共和國嘛 不分你和我嘛 就從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烏東的土地就割給烏克蘭 那本來是俄羅斯的 最早的時候連基辅都是俄羅斯的 不是烏克蘭的 因為烏克蘭以前是波蘭的殖民地 所以只有烏西一塊 就是那個地內薄河以西的部分 以東的部分都是俄羅斯的土地 為大部分 結果呢 烏克蘭呢 他覺得我是主權獨立 我是一個民主一種語言 因為他們早期受到希特勒的影響很大 就開始搞納粹主義 要壓迫烏東的人 不可以講俄羅斯語 不可以讀俄羅斯的作品 不可以俄羅斯的教科書 不可以俄羅斯的電台 就進行很多無情的迫害 甚至很多的 俄羅斯主的政治人物呢 講不同意見都會被暗殺 結果後來呢 就產生了烏東戰爭 打了八年 這八年裡面世界各國都沒有意見 可是不要忘記 那火種已經在燒了 然後因為在俄羅斯聯邦境內 有不斷的烏東的俄羅斯人被欺負 被壓迫被殘殺的新聞 不斷的在俄羅斯境內傳播 就給了普亭一個很好的底氣 老百姓對烏克蘭都非常的憤怒 他就有了發動戰爭的支持力度 這壓力慢慢形成 所以等到 這個美國啊 或者歐洲呢 他們在那個八年裡面 不去管烏東的事 頂多只是兩方面停戰啊 簽一個明斯克協議 在白俄羅斯首都簽個協議 就簽好了以後 烏克蘭的中央政府又不執行 到了哲倫斯一上來的時候 還拒絕旅行 所以兩方面呢 而且還想要把北約拉進來 因為烏克蘭的只要把北約拉進來 我就有個大咖的力量在後面 敢跟你俄羅斯怎麼樣對抗 然後這個時候 你俄羅斯什麼 克里米亞我會拿回來 那本來是俄羅斯的土地 烏東的部分我繼續壓迫 結果到了今年 俄羅斯準備成熟了 這個俄羅斯 自己的俄羅斯族的人 看到自己的同族的人 被欺負成這個樣子的 也無法袖手旁觀 俄羅斯戰爭就爆發了 所以戰爭是有類似這種東西 每個人一把號 每個人都覺得無所謂 亂成一團 你打你的 默克爾德國總理還在的時候 他會懂得去安撫 大家不要吵 可是現在他下台了 拜登開始加油添醋 他覺得一下子要把普丁拉下台 一下子要削弱俄羅斯 一下打敗 結果他自己沒準備 所以最後敗成一團 到這兩天在開G7說 哎呀我要禁止俄羅斯的石油 超過一定的價格 禁止俄羅斯的黃金出口 這是小孩子遊戲 因為他沒有準備 就會造成今天的結果 那一樣道理 台灣海峽我們到底準備了沒有 我們有沒有準備要去應付一個 這麼複雜的軍事局面 因為我們是政治問題 兩岸的政治問題 延伸出來軍事問題 現在可能軍事問題 會拉著政治問題走 前段時間我們台灣玩這個 親美抗中寶台 兩岸之間還沒有這麼複雜的問題 那現在解放軍開始在給美軍壓力了 美軍要不要掉更大 如果純就台灣海峽爆發戰爭的話 我很客觀的講 台灣美軍在台灣海峽的海域 以及周邊的贏了機會 一點都不大 因為從2003年 當時在總統大選 那我陪同國民黨的候選人 去國家安全局 聽取兩岸戰況的簡報的時候 就有人問到 以這樣的情勢 台灣能不能擋 三個月 沒有人回答 能不能擋一個月 沒有人回答 能不能擋兩個禮拜 2003年 有人回答說 嘗試看看 這是2003年 現在2022年 已經快20年了 兩方面的軍力又差得更大了 那答案 可知 所以唯一的就是要預防戰爭 而不是打一個你幾乎不可能贏的戰爭 那我們就會比烏克蘭跟折蘭斯基更慘 當然有人會提到說 沒有關係啊 我們可以打這個不對稱戰爭 我們可以打城市 啊 遊擊戰 看了 烏克蘭的城市遊擊戰沒有 什麼叫城市遊擊戰 就是我軍隊打不贏戰爭 我退到城市裡面 用城市平民百姓的生命做人質 來保護軍隊 讓軍隊去打什麼 敵軍 就跟烏克蘭一樣啊 在馬里烏波爾的鋼鐵廠 亞素鋼鐵廠 弄了一大堆平民在裡面 讓蘇爾軍隊不敢用 太殘忍的手段來進攻 或者前段時間 在北頓內斯克的化工廠 烏克蘭一樣啊 弄一堆平民在裡面 當人質 城鎮遊擊戰 在烏克蘭的歷史裡面 輸了一塌糊塗 城鎮殘破啊 平民當人質有沒有用 你平民當人質你用途不大啊 所以所謂不對勝戰爭 是有廣泛的定義 但如果要打到城鎮遊擊戰 那來不起來 一點用處都沒有 白費力氣 因為兩邊戰略目標不一樣 烏克蘭的中央政府 俄羅斯沒有要把它剷除喔 但是俄羅斯要搶佔 烏東的土地 一樣道理 中國大陸沒有要搶佔 台灣的土地喔 它只要剷除台灣的台獨政權 所以兩邊的政治目標不一樣 但是軍事問題呢 兩岸在台灣海峽上空 因為美軍的這個問題所引起的警鈴聲響 我們如果再不懂得提高警覺 這是一定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所以再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不要輕忽這一次的中美軍機 在台灣海峽上空對峙21分鐘的問題 因為他只是第一個案子 以後還會再來 來的時候怎麼處理 你要美軍說這個時候鼻子摸一摸以後不來 不來可能 你說解放軍說 你第一次來我上去廣播驅離 我下一次不來廣播驅離 不可能 如果僅止於廣播驅離 那只是有緊張情勢 那如果不是呢 或者下一次來的是加拿大 澳大利亞 或者是日本的軍機 或者是韓國的軍機 或印度的軍機 或英國北大西洋工業的軍機 也來呢 或軍艦來呢 那問題就更大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問題呢 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思考 那不要放鬆對這個問題的忽視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那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